辅太大人为何不让下官 把这三千亩樊田交给为氏 于成龙 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 我跟你讲了欧拜的事情 下官确实不知 就是一个感面证 于大人 你知道吗 康熙皇上 虽然已经亲政 但是朝廷的大权 依然掌握在欧拜这帮人手里 朝廷的情况下官知道一些 刚开始的四位首辅大臣 现在就剩下两位了 一是厄比龙 一个就是欧拜 厄比龙他是什么人哪 他是个无所事事 浑浑噩噩 只能一心听从欧拜指使的人 他看着欧拜颜色形势 欧拜竟会如此张狂 不仅如此 欧拜在私底下 还揭留皇上的咒书 拦截咒书这是死罪呀 他把各地各部各府院 送给皇上的咒书拦截下来 他还可以教职 还可以自己发布命令 这么多年来 他去仰仗自己手里的权力 培养亲信 招降纳盼 打击异己 凡是顺从他的 那就要亲近升官发财 不顺从他的 那就要打击报复 如果跟他意见有相左的 他会较之处决 老败 不仅在产出异己上的手段 非常残忍以外 他在抢夺经济利益上 那也真是毫不手软了 就在康熙五年 就仅仅为了他一旗一人之力 以及他那个利益集团的需要 抢了大量的统地 他脚趾下了一道换地令 这一章换地令 把所有各企贵族的最好的土地 都换到他的名下 都换到他的利益集团名下 那各企的贵族怎么办 那只能忍气吞声 去当中那些 强行被敖拜换来的 最贫瘠 最荒芜的土地 那这朝廷 岂不成了敖拜一人的朝廷 他 奥拜啊 还有一个侄子 他跟你于成龙 于大人 是最熟悉的 就是康熙 他就是仰仗着 奥拜手里的权力 就能在永宁大肆圈地 福太大了 那康熙 就是因为下官和周睿和周大人 以及众乡亲的反抗 才被朝廷处决 其实这个事我早就清楚了 永宁圈地一事 是 我在认识你以前 我就听说了 福太大人 刚才福太大人之言 让下官听得心惊重跳 余大人 我今天在这儿跟你说的一切 也只能在我这儿巡抚大堂 我说说 你听听而已 出了这个门 我可是什么都没说 下官怎么办 下官绝对不会像第二个人家 福太大人 福太大人 罗程为氏翻天一案 到底该如何处置 为氏送来的诉状 还有你拿来的那些个卷宗 我都看了 我看根据你那意思 你是想把这三千亩翻天 归还给为氏 是这样的福太大人 只是屈酒案屈大人的分歧 你和屈酒案的分歧我知道 那福太大人是什么意思 屈大人的坚持是对的 屈酒案是对的 那为氏提供的证据 难道就不算数了吗 当然不算数了 不算数了 福太大人 下官在来巡抚衙门之前 听到一个传闻 说朝廷又下了一道 关于前朝 宫田和翻田处置的新的规定 不知是否是真的 对啊 是有其事 朝廷的诏书 已经发到我这儿了 你想看 我看了 庚明田 对 朝廷的新政就叫庚明田 辅待大人 庚明田上的规定 不是正和下官处理 为氏一案的方法如出一辙吗 皇上也要求 把前朝的宫田和番田 无偿地赠送给那些 没有土地和购买不起土地的百姓 耕明田就是这么规定的嘛 皇上也是这么考虑的嘛 那府太大人为何 不让下官把这三千亩番田 交给为氏 余头颅 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 我跟你讲了欧拜的事项 下官确实不知 就是一个感面症 那耕明田 那是康熙皇上 根据全国的具体情况 出现的新政 为了府民而推行的 可是这个新政呢 遭到了欧拜的一帮人的坚决的反对 他千方百姬阻挪新政实刑 新政发下去了 他就执行不了 原来是这样 余大人 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让你把这三千亩番田 退回给为氏 原因就在这儿 余大人 你呢 作为一个欺品支线 能够体谅百姓的疾苦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 说实在的 我真是应该从心里支持你 但是 但是 如果事情按照你的做法 把这三千亩番田退回给为氏 我是替你担心 会遭到欧拜这帮人致命的打击 福态道 当年下官带头 阻止卡尔齐圈地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惧怕过欧拜的打击 我赔赴你的勇气 行了吧 你现在不是一介不易 你现在是罗程的支线 身份跟过去有错不同了 说实话 我不同意你 处理番田的为氏一案 我不同意你对为氏那个 番田案的处理方法 是 我自己是有私心 我主要是不希望你在任职上 造成很多的麻烦 就为了这件事情 毁了你自己的前程 福大大人 我说那些话 你好好想想吧 说心里话 我还是特别拥戴皇上的更名田啊 可是好的心政 他执行不了啊 就凭着你这么一个七品芝麻官 你想开这个仙河 容易吗 相关真没想到 在这个天皇帝老远离金城的罗程 居然也会受到熬拜的指引 这就是现实 今天宗室已经完毕 散了吧 啊 我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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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雄次吕继续给朕释奖 朕就再也没有见过 他们两位先生 朕很想他们 皇上 朕 明珠 朕想让你去给朕办一件事情 卢才愿听皇上差遣 你去把陈廷静跟雄次吕 给朕请来 朕要他们继续给朕释奖 卢才倒是愿意 把陈廷静和雄次吕请来 可是这事万一让老拜知道 老拜会致贪二人罪的 那就算了 皇上 皇上 奴才有罪 奴才有罪 你们两个都先起来吧 皇上 微臣要不去看看陈廷静 微臣知道 皇上还是想让陈廷静 继续为皇上试讲论语 其实正是想看看陈廷静的先生 邢祭堂邢先生住的论语别墟 可惜听陈廷静讲 说那论语别墟已经送给玉成龙了 皇上 罢了 回宫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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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老爷 静阳 你们快过来一下 你快过来一下 玉兰 静阳 我哥和老爷呢 老爷和玉林去桂林了 啥事啊 你过来看看 孩子发烧了 烧得很厉害 这么烫啊 玉兰别急啊 我早上过来看看 嗯 一群 难过来 跟这种论语者 也就是 好 益兰 进阳 罗老婆懂一些苗家的医术 你让它给孩子看看吧 益兰啊 快让我看看孩子 好 益兰姐 我爷爷懂得一些山里的草药 平时大家生病都找我爷爷来看 小妹啊 快关门 多老伯 咋回事啊 孩子得的是啥病 月兰 你先别着急 你看 孩子出水道了 可能他得的是天花 月兰 洛老伯 你快救救他吧 你快救救孩子吧 你快救救他 我虽然懂点草药 也给乡亲们治过病 可我从来没治过这天花啊 那有谁能治这病啊 我求求你了 你快救救他吧 别这样 月兰 先别接月兰 别着急 你求求他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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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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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起来了 康熙皇帝八岁的时候 出过天花 这宫里的郎中啊 也是治了好几天 好药用了不少 但是不见成效 还是一个小姑娘 叫苏玛拉姑的 发现一种草叫积极草 孝正皇后呢 用来煎水 让康熙虎地喝了 结果昏睡了好几天 醒来就好了 真的 积极草 我知道 可我从来就没用它 来治过病啊 既然积极草 能治好康熙皇帝的病 那就用这种办法 给小小治吧 积极草哪里有 你认识吗 这种草啊 在你们北方比较多 在我们这儿 很难见到 不过 九万大山 也许能找到 好 我去找 你不认识路啊 我带你去 爷爷 我陪靖阳哥去吧 小妹啊 你就陪着你玉兰姐 看好孩子吧 哎呀 六先生啊 孩子病急 十数香的功夫 一定要找到这种草 越快越好 好 走